9月12日起 中天综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4 防范灯格热 相关人员连假日也不能休息 就连市长赖清德也在29号星期六 特地上广播对家长信心好话 相较于先前 除了巡视就是喷药的防疫作为 赖清德终于出招了 面对下周各学校即将开学 宣布从下周六开始 礼拜六就是全市的清洁日 同时也会带着各局处首长到校园做防疫宣导 所以说面对登革日疫情持续失控 赖清德终于有了大动作 但病例数字却硬是打脸 截至29号确诊人数为2701例 但30号的病例数不减反证 达到2881例 一天就增加了180例 还有里长质疑 明明里内就有民众因登革日死亡 但却似乎没有登记在发布的死亡案例中 如今还传出一名在金门服役的军人 25号从台南返回部队 28号就出现了发烧 关节酸痛等登革日症状 这才发现军人回台期间 有到医院照顾爷爷 而爷爷先前才被证实感染了登革日 不免让人担心外岛也沦陷 赖神出招 但效果还没发酵 就持续扩大的疫情危机随之而来 看来赖神恐怕得再好好想想 新招数了 记者赖广章王家前章 幸运A79组台南报导